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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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国冲 雪国冲 我 我还以为薛谷主要戏弄我呢 告诉我再也看不见了 这不 陪薛谷主演一演吗 看来这次不仅是眼睛受伤 连脑子也坏掉了 对了 薛谷主 又想问多久才可以好 可以去巡邀吗 我是想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我取完血因子趴在马背上 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对了 正月初期 已是正月 想起来 还得谢谢您的匹马 时都会要是谷的路 要是没有他的话 我可能早就死在路上了 对了 薛谷主 那血因子在马背上 你可瞧见了 双红他们已经将他放入冰窟了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听说青岭那边发生了雪崩 听说青岭那边发生了雪崩 还不说武功不错 进宫也不错 即使赶下了山嘛 你看 什么事也没有 我看是全凭运气吧 那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 那下一次呢 还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你就不能判我点好了 别再去巡耀了 为何 薛谷主可是找到了其他办法 治愈木耳 不是 那 我先前便与你说过 那个药方的药 到底有没有效还不确定 你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方子 如死出生如死 那真是 万一有一天 真把命给打进去了 无论如何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能赶回药师谷 我就相信你 薛谷主 定能把我从鬼门关里 拉回来不是吗 你 薛谷主 抱歉 我以为你走了呢 薛谷主可是有什么事 但说无法 有 我看你是想赖在我这儿了吧 虽然说之前你的账已经平了 但是刚才我又救了你一回 刚才你话里的意思 还要让我再救你几回 每次十万枕金 你真打算要以身相抵啊 我这耳朵好像也听不见了 怎么回事 薛公主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你这眼疾若想恢复 须得三月 之后我日日会过来给你推拿 浮以药酒 活血散愈 要三个月的时间 那想来我这次受的伤 并非单纯的眼疾了 当然 虽然眼疾只是一时的 但你脑部受伤 是脑中淤血所致 若是你等不及 也有快法 我可以强行施针令你复明 暂时将你脑中的淤血压制 但若是你好了以后 继续去找药 再次打斗 震荡 脑中的淤血随时移动 轻则你会永远失明 重则你死于非命 薛公主说三个月的时间 自然有三个月时间 才能康复的道理 何须跟我解释呢 还不是你一直在追问 什么时候能恢复 什么时候能好 什么时候才能去找 下一位药 我今天不是也没问吗 眼下就剩一位 齿寒龙雪珠了 这位药在江湖上 已经失踪已久 就算我现在离开去找 怕是也找不着 倒不如 趁这三个月的时间 休养休养 顺便派人打听打听 只是有三个月时间看不见 怕是有行动不便 是有行动不便 正好老老实实在屋里待着 省得四处走动 惹人烦 对了 薛公主 我的行当可爱在 还未拿到你的房中 可否拿给我呢 解释就得了 来 刘恕老实在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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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可是找这个 对 这是我在清陵雪山的路上 看到的紫禁手录 送给你的 给我的 不然呢 我也不需要这个 你有钱买这个 却没钱还账 这点小钱我还是付得起的 至于你说的聚债嘛 积少成多 你不一点点还 何年何月才能还完 血谷主要是不喜欢的话 就还给我吧 送出去的东西 哪有讨回的道理 虽然我的手录很多 但我不嫌多 还是夫人 你这女人 我可以在那裡 我可以在那裡